穿著紫色背心的猛男在路旁瘋狂訓練 欸等等 他舉的怎麼是告示牌 只見這名猛男戴著疑似黑色健身手套 雙腳與肩同寬 舉著勤勿停車的告示牌 上上下下訓練二頭肌 難道這就是所謂的街頭健身嗎 搞笑畫面讓路過民眾忍不住放聲大笑 影片PO上網後 網友也紛紛回應 健身智慧王那種真的有重量 他有想過擋板的感受嗎 客家健身房 客家窩具 看來只要有心運動 到處都可以瞬間秒變健身房 接著網友的報導 生活總是忙碌 莫名操勞奔波照照鏡子 發現自己怎麼眼睛旁有魚尾紋 或是額頭上有一條條抬頭紋嗎 這些紋路驚爆可能都是勞碌命的來源 無大勞碌面向如今全曝光 抬頭紋吧 好忙喔 忙翻了 就自己很愛搞事啊 就自己變得很忙 一張圖竟能看出為何命帶三分勞 網路流傳額頭上有抬頭紋 會是年輕勞碌 臥殘處有雜紋萬年勞碌 因為子女運差 眉毛短不超過眼睛的話 會是為錢財操勞 眼角下垂 工作辛勞 魚尾紋多 婚後總為另一半勞碌 真的是這樣嗎 額頭就很多事情要忙 年輕忙 不只民眾又通幹 演藝圈大咖男神彭于晏 以及軟津田額頭上都有 又深又長的抬頭紋 兩人也不約而同 都是年輕爆紅 相當忙碌 從面向看勞碌背後 又有什麼道理 額頭的部分 他在面向裡頭所代表的 就是人生的少年階段 魚尾紋這個地方 他是面向裡頭的夫妻公 太多紋的話 他的勞碌是在於婚姻這個層面 五大勞碌面向引爆熱議 比對這些特徵的同時 也別過度迷信 畢竟三分天主堂 還是愛餅 戰眼牙 記者黃英俊 黃玉蘭 台北參考報道 起司豬肉火鍋香味濃郁 喜歡吃辣的 還有韓式泡菜鍋 百元平價火鍋店 最誘人的可是這一整排的 歡樂吧 熱騰騰白飯淋上一匙豬油 搭配火鍋肉片 美味升級 還有爆米花 冰淇淋 雙淇淋 飲料冰沙等等等 通通吃到飽 只要花一張鈔票 加一枚銅板 小朋友可以無限去吃 目測 會吃十幾 近十種的歡樂吧 還有豬油飯可以吃到飽 像我們的雙淇淋 不定時的出不一樣的口味 另一間百元火鍋店 肉燥飯吃到飽 不用加錢 還有泡麵液麵牆 想吃多少盡量拿 饕客最推薦的是 一定會吃這個松淇淋 牛奶雙淇淋 奶味濃 口感綿密 網友笑說 這是被火鍋 耽誤的雙淇淋店 因為飯可以吃到旁邊 可以吃到飽 這CP值真的是高 的確是經濟划算 百元平價火鍋 各大連鎖店競爭超激烈 吃到歡樂吧 從基本的飯麵飲料吃面前 淨化到雙淇淋 咖啡點心吃到飽 被網友推爆 CP值爆表高物價 時代民眾賺到小確信 記者蔡莊吉喉滾 王淑宏 高雄嘉義報導 靠近夢人人有 不過現在真的有人付諸行動 看看這個挖到一半的大洞 安先生聲信 持續往下挖 一定能挖到重達兩公噸的黃金 今天我的醫院就是化療 進度 我不曉得 現在好像聽說挖六名 今年七十歲的安先生 自費拿出兩百多萬 申請在台東資本 開挖黃金 因為他的父親日據時代時 是當地警察 聲前曾說 日軍離台時 在資本海安地底 埋藏了兩公噸的黃金 如今他決定放手一搏 希望挖出黃金 在開挖過程中 因當地部落居民前來關切 只好先暫停工程 但他不願放棄 表示會持續與他們溝通 而安先生也承諾 若挖到保願意拿出六成給國家 剩下的四成會拿出三分之一給部落 這塊土地下究竟有沒有黃金 沒有人知道 不過還是有人持續追夢 希望美夢成真 記者潘正前王愛德 台東報導